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用沙利沃斯繪製一隻Q版的龍貓公車 那這裡會介紹的是運用到什麼樣的指令把它畫出來 至於細節是不會講得太詳細 主要是告訴你說這個方法是用什麼把它做出來的 那先前有看過模型公仔一條龍的應該會大致上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要畫這類的公仔的時候 要運用到黏土以及燈籠的這兩個概念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其實它看起來似乎是有點困難 那其實我們透過了黏土的用意把它拆開來 用拆開來的方式把它畫出來的話相對就會簡單很多 那這裡我會把它拆成幾個部分來做說明 那這裡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來介紹的是頭的畫法 那頭這裡一開始我們先使用邊界填料畫出一個像這樣的一個黏土出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 那這裡呢是沒有運用到草圖圖源的 是以草圖去參考把它繪製出來的 那這裡可能對於說沒有使用過這種方式的話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但是你還是可以去嘗試它 我們透過圖片的參考呢來拉出它的比例出來 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把它做出這樣的一個頭型出來 那這裡呢因為是龍貓公車 那頭型這裡呢我們這次做的是Q版的 那所以呢要把它畫得像貓一樣 所以耳朵呢盡量大一點看起來會比較可愛一點 那再來呢我們就畫出了另一個耳朵 那耳朵的地方呢我們只需要畫一邊 另一邊我們用鏡色就可以了 那這裡一樣是用邊界填料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就畫出一個看起來有點像它的形狀 有點像粽子 那這樣子上下是合併在一起的 那透過了這裡 是有點像燈籠編織的方式 那全部顯示給大家看一下 運用這種方式呢把這個黏土呢給它做出來 那這樣我們會建議說 我們在做這個邊界填料的時候 盡量都不要合併結果 我們看到我們做到這裡呢 它是有兩個本體的 因為這樣會方便我們去做調整 以及做複製 這樣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裡呢就要做出耳朵內部的地方 那就是使用的曲面偏移呢 拼一個零去參考這個曲面的平面 然後呢做修剪再做架後塗料 那這邊我可能會做得比較快一點 主要是告訴各位方法 像這樣的方式呢把這個形狀給做出來 那這裡這兩個本體還是分開的喔 那這裡呢我會讓它調整一下比例 耳朵可能不夠大 我會讓它放大一點 這樣子呢看起來會更像毛 更可愛一點 那這裡呢 另一邊呢我們就用 本體的鏡射 另一邊就不用畫 那這樣子把它做出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做出眼睛 嘴巴以及鼻子的地方 那這邊呢大致上做法都是一樣 那我就可能會做得比較快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像上面的地方呢是有 類似毛髮的地方 那這裡呢也是用曲面偏移 再用曲面修剪 做出這樣的一個曲面出來 做完之後呢我們修剪完 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是有繪製草圖的 那像這裡是眼睛的草圖 那這裡呢上面是頭形的草圖 那背面也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做到這裡之後呢我們就要來做加厚 那這邊做了加厚之後呢它就會凸起來 讓各位看一下 這邊做得比較快一點 那這裡呢裡面的眼球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我就直接省略 讓大家看一下 做出來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以及嘴巴鼻子都是這樣做的 那這裡呢嘴巴的地方呢我讓它是用加厚除料 那這種方式呢讓它凹進去 那鼻子是凸起來 那凸起來之後呢我在這個地方呢 做一個圓角的外形修飾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是做出了眼球的地方 那眼球做完之後呢 我們還要做內部的白色的地方嘛 那這邊就省略跳過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呢做法都是一樣的 奧伊姬我們臉部旁邊的毛髮 那這邊呢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找一下在這裡 給各位看一下 它是在佑基準面畫出這樣的草圖之後呢 使用了偏移曲面0之後再做曲面修剪 修剪完之後呢再做加厚的動作 那這裡呢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加厚的時候呢一樣 它是沒有是合併結果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用近色呢 讓另一邊也有這樣的毛髮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近色完我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呢就被我整合在一起之後 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實體呢是 兩個耳朵以及頭形的地方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做 上面的毛髮以及牙齒的地方 那這邊讓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一樣使用曲面偏移之後呢 用草圖來做輔助修剪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那草圖就是這樣子 畫出這樣的矩形出來呢把它修剪完 修剪完之後呢 這邊都是用加厚除料 把它除掉掉讓它是凹進去的 那這邊做的比較快一點 那這樣子就做出來 那最後呢我們就要把毛髮的地方 給它做加厚 以及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在畫邊界填掉的時候 這個點可能是會比較尖的 那有時候呢我們在做加厚除料 是做不出來的 那這裡有一個方法 我們先把這個點呢 先用曲面修剪給它修剪掉 像這裡畫一個圓把它修剪掉 然後再用填補曲面把它填補起來 如果做了這樣的動作之後呢 這邊就會稍微比較平一點 那這樣子整個曲線呢 比較圓滑一點 它就能夠做出來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跟參考一下 有時候你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這樣子呢就是做一個加厚 加厚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整個做結合 那這個地方 頭型的地方就已經畫好了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要做身體的畫法 那身體的話相對就會輕輕的 輕鬆一點 我們在畫公仔這類的呢 頭型是會畫比較多時間的 那身體的話相對就輕鬆很多 我們就畫出一個邊界填料 那這裡呢 畫出一個這樣的一個形狀出來 那這邊我是使用了 前基準面以及右基準面所畫出來的 那畫完之後呢 這個方向 一般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基準面 那沒關係我們畫完之後 曲面本體不要讓它是合併的 所以我去移動它 移動它的位置 移動完之後 那可能這個大小太大了 我把它比例收放 然後再移動到我想要的位置 那這邊我會做的比較快一點 那這裡呢 我們要做出旁邊的地方 那旁邊的特徵呢 我們用曲面偏移 然後再做修剪的動作 那這裡修剪就是這樣子 那修剪完之後呢 我再做一個加厚 把這個外型給做出來 那這裡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邊有時候呢 加厚塗料做不出來 我就會運用加厚 加厚完之後呢 再用布林運算 讓它是捲除 那這邊呢 給各位看一下 主要是用這種方式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裡有興趣的可以去參考 多本體技術篇 那邊會有講解說 布林運算是怎麼去運用它的 有時候我們做不出來 就要把它相反過來 那這樣子呢 一樣繼續去做這邊的 窗戶的地方 把它切除出來 切完之後呢 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加厚動作之後 再來做近色 近色完之後 我們再用布林運算 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一樣 再做一個減除的動作 那這邊左右都是對稱的 所以用近色 是很輕鬆 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以及 後面的地方 也要去做它 最後的地方呢 我們最後來做 運用前幾準面呢 畫出一個 這樣的一個 草圖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畫出這樣的草圖 畫完之後呢 做曲面修剪 那這裡前提還是要做一個 偏於零的一個曲面 做完之後呢 那這個地方是有辦法做 加厚除掉的 我們就直接做加厚除掉 那做完呢 大致上身體就被我們完成了 那這邊我們可以先不要 合併結果 沒有關係 先做到這裡 那這裡身體呢 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 要做龍貓公車的腳 那這裡腳的話 總共有十隻腳 那盡可能的 讓它左右是對稱的 那這裡呢 我們就是畫出一隻腳之後 其他的我們用多本體的技術 把它做出來就可以了 這樣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首先呢 我們用邊界填料呢 做出其中一隻腳 那記得這隻腳呢 我們不要讓它是合併結果的 這樣我們後續會比較好處理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這裡呢 就是 運用的燈籠的概念 把它做出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 我是在前幾組裡面做的 所以它是在置中的地方 但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透過多本體的技術呢 把它移動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像這樣子 我讓它移過來 然後呢 做一個角度 那這裡呢 我一樣在做一個複製 移動的時候 它可以打勾複製 你也可以不要打勾 然後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這邊我就不會講詳細的 那這裡呢 做完之後 我讓它做一個比例收放 讓它這隻腳 再小一點點 它主要用這種方式呢 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我們再繼續做一些其他的特徵 因為腳這邊也有一些毛髮 那這裡呢 就是運用了偏移曲面的零 然後呢 做了曲面修剪 那就是使用前幾組面 做出這樣的一個草圖出來 然後 修剪完之後呢 這兩個讓它做一個加厚的動作 那加厚的時候呢 我讓它跟這隻腳呢 做合併結果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會運用 第二隻腳呢 來做後面的一些多盆體的移動 一起複製 那我們再繼續看 接下來呢 我們做第二隻腳的毛髮 那第一隻腳呢 是兩個毛髮 從第二隻腳開始呢 都是只有一個毛髮 所以我們運用這一個呢 先把它做完 那做法呢 就跟前面一樣 我就沒有講得太詳細 一樣是這樣子做 曲面修剪之後 再做加厚 加厚呢 跟這個做結合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用 曲面的本體 去做複製跟移動 那我們先移動了一個位置 接下來呢 我們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移動順便複製 那原本的位置呢 原本這個是不會改變的 那這個是被我們複製出來的 然後呢 我們讓它比例縮小一點 好 那這樣子 後面兩隻呢 一樣的意思 那我這邊就會 做得比較快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 好 像這樣的形式呢 把其中一邊的五隻腳都做出來 那這裡呢 你可能有一些比例 或是一些角度位置 好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稍微要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形狀的排列 好 這樣會比較真實一點 好 不要讓它是懸空的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做結合的動作 如果懸空的話 就沒有辦法做結合了 好 那 假設你已經調整完之後 我們另一邊不用再畫了 我們就用近色就可以了 好 給各位看一下 直接近色過去 這樣是很輕鬆的 這樣子就近色完了 好 那這邊的話 腳的部分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接下來呢 最後我們要把尾巴畫出來 那這裡在身體的地方 這裡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這裡呢 我們的毛髮要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 在這邊做一個 偏移靈的一個曲面 偏移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曲面修剪 那修剪出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那我就示意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讓大家去嘗試 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那這邊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 凹進去的一個 加厚除料 像這裡 好 我就直接做給大家看 好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 因為做法都一樣 我就不要另外多做說明 好 節省一下大家的時間 好 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 我有做一個修剪 像這個地方 是一個 被我修剪 又填補起來 這個用意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做 邊界填料 因為草圖跟草圖的結合之間 這個點有時候可能是 不滑順的 所以我們在做加厚或是加厚除掉 是做不出來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運用 先把這個 地方呢 修剪掉再填補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做 加厚或加厚除掉的動作 這邊讓大家去嘗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畫出尾巴 那尾巴呢 我們運用了兩個指令 就可以把它輕鬆的做出來 第一個呢 是邊界填料 邊界填料 做出一個直立的一個尾巴 好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是直的 那這裡呢 因為尾巴應該要有一個彎曲 那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用彎曲指令呢 做它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像這樣的形式 先把這個比例大小 把它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用彎曲指令 做一個彎曲的動作 那這裡呢 看你要往哪一邊做彎曲都可以 那彎曲之後 它可能位置會不正確 那沒關係 這邊 記得我們在做邊界填料的時候呢 不要讓它本體是結合在一起的 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用移動複製本體呢 去移動它 那記得複製不要打勾 它就是直接移動這個本體 移動完之後 你可能 比例 想要讓它縮放一點 縮放完之後 你可能位置還是 不是你想要的 那你就再移動一下 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 那移動完 假設已經移動到我們想要的位置之後呢 尾巴的地方也有一些毛髮 我們也要讓它做出來 那所以這邊呢 一樣用偏移的曲面 做曲面修剪 再做加厚 那這邊做法都一樣 那我就是 會做得比較快一點 就沒有再講細節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草圖 那草圖都是這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在上機準備畫出這樣的草圖 然後把這個曲面呢 修剪出來 修剪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運用這個曲面來做一個加厚 那這邊一樣 我們剛有說到 這裡呢 因為邊界填掉它的點 結合點在這裡 所以有時候這個地方呢 是沒有辦法去做 加厚或加厚除掉的 所以我讓它去修剪再填補 給各位看一下 經過了修剪又填補 讓它這個地方呢 可以滑順一點 我們就可以去做 加厚的動作 那加厚就做得出來 像這樣子 把它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本體有幾個呢 總共有這麼多本體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讓它整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未來我們要運用3D列印的時候呢 好 列印一個物件 這樣子會比較輕鬆的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讓它做結合 好 那這邊都結合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要使用 未來要使用在3D列印 那這個地方呢 是沒有一個平面可以使用的 雖然我們可以用木法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這個物件底部呢 最好還是要有一點點的平面呢 會輔助我們在 列印的時候成功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在這邊畫一個 一條線做橱料 稍微把它的腳以及尾巴呢 做一點平面的地方 讓它未來呢 我們在運用3D列印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個平面可以去使用它 像這樣的形式 那做完之後呢 這個大小 可能太大了 我想要讓它小一點 以及做最後呢 在尾巴的地方呢 做一個圓角的修飾 比例收放完之後呢 再做最後的圓角修飾外型 那整個龍貓公車呢 就已經完成了 像這個形式 那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點選它的外觀呢 給它一些顏色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龍貓公車囉 那這裡呢 讓大家去嘗試跟參考囉 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 關於龍貓公車的畫法 那這裡在畫的時候呢 可能沒有那麼輕鬆 因為有些地方呢 是需要發揮一些想像力 跟 比例的收放的功力的 那這裡呢 因為是沒有 圖片參考的 所以 在畫的時候 你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 去拉這些 不規則曲線 或者是 調整它的比例等等的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它的畫法 那如果呢 你想要這個檔案的話 未來我也會提供3D檔 那你要做3D列印的話 未來也會有作品 可以供你參考說 怎麼去把它製作出來的 那關於這個檔案 我們要怎麼取得呢 那就是只去關注本頻道 未來你如果看到有一個 Q版的龍貓公車的作品呢 你就把它點進去 那影片的底下呢 都會有檔案的下載的連結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いきます 我們在一起 好 那一個 我們在一起 二